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现年94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性 不仅仅是英国的君主 国家的元首 同时还兼任着其他15个主权国家的一号首长 不过 从11月30号开始 这个数字将减少一位 因为有一个国家竟然把英国女王给炒鱿鱼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就来看一看 根据英国媒体BBC的报道 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日前宣布 明年起不再承认英国女王为该国国家元首 该国将在2021年11月的独立55周年纪念日前 转变为共和制国家 据悉 巴巴多斯议会在9月底的一场投票决议中 全票通过了修改法律议程 彻底结束该国和英国王室的联系 巴巴多斯是一个位于加勒比海东岸的小国 目前居住人口约28万 从17世纪起 巴巴多斯既为英国殖民地 直到1966年 该国获得独立并加入联合国 但英国女王仍是该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早在去年9月 巴巴多斯政府宣布将废除伊丽莎白女王 作为该国国家元首的地位 正式把巴巴多斯改制为共和国 并预计在2021年11月 国家独立55周年前完成相关程序 而今年9月29号的议会投票 正是这一程序的一环 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29号表示 巴巴多斯向议会制共和国过度 是一项考虑已久的措施 政府没有采取轻率的行动 相关过度谈判 从20多年前就开始了 根据修正的法案 1966年时 有关赋予英国王室国家元首地位的 有关条文被删除 取而代之的是 规定国家元首因为巴巴多斯公民 此外 效忠英国王室的宣誓也被取消 据英国卫报报道 9月15号 巴巴多斯总督梅森 在议会开幕时 宣读了总理米亚莫特利撰写的讲话稿 称 彻底摆脱殖民历史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巴巴多斯想要一个巴巴多斯人当国家元首 梅森称 这是对于我们是谁 我们能做到什么的 终极自信宣言 因此 巴巴多斯将采取合理步骤 实现完全的主权 并且在明年庆祝独立55周年时 成为一个共和国 他还引用了巴巴多斯首任总理 埃罗尔巴罗的话说 巴巴多斯不能在殖民土地上徘徊 据报道 巴巴多斯转为共和制 需要在议会上获得超过三分之二亿元的支持 不过目前来看 该国并不举行全民公投的计划 这不是巴巴多斯唯一主张脱离君主制的声音 1998年 宪法改革委员会就建议巴巴多斯改变为共和国 该国前总理斯图亚特也赞成从君主制改为共和制政府 巴巴多斯也不是加勒比海第一个成为共和国的前英国殖民地 瑰亚纳在1970年成为共和国 当时摆脱英国独立还不到四年 特利尼达和多巴哥 多米尼亚分别在1976年和1978年改为共和国 但这三个国家仍然是英联邦的成员国 BBC外交事务记者对于这个操作给出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根据记载 取消女王作为国家元首的地位其实是很少发生的事 上一次是在1992年的毛里求斯 其他加勒比海国家 多米尼亚 瑰亚纳 特利尼达和多巴哥都是在1970年代改为共和国的 目前以英女王为国家元首的15个英联邦王国当中 许多国家都认同与英国和女王维持这种关系 对他们带来的价值 当然 其中也有一些国家多年来讨论要脱离和英女王的这种关系 选出自己的国家元首 但这种改变并不容易 其中还涉及许多的政治因素 巴巴多斯政治人物宣布要让国家改制为共和国并非第一次 问题在于其他国家是否会跟进做出相应的改制宣布 雅买加过去就曾表示过 改制为共和国可能会是未来的方向 这次巴巴多斯宣布改制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突出强调摆脱过去的殖民历史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当下 其他加勒比海国家是否会呼应这样的号召 是值得观察的一点 如果取消英女王作为国家元首 在英联邦国家当中形成浪潮 那么对英国王室和整个英联邦才会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 不管怎样 当得精精业业的女王突然就这么被人开除了 这对于今年90多岁高龄的伊丽莎白二世来讲 也算是个闹心事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